作词 李宗盛 Gee You 演唱恶 作曲 李宗盛 波浪 垂azu波浪 寒呀 依推推 姑娘 人人 有伙伴 谁和我相陪 等待 等待 在等待 心儿已等随 我和你 是河两岸 永隔一江水 我的生活和希望 总是相违背 我和你 是河两岸 永隔一江水 等待 等待 在等待 心儿已等随 我和你 是河两岸 永隔一江水 等待 等待 在等待 心儿已等随 我和你 是河两岸 永隔一江水 我和你 是河两岸 情人 来 老刘 你过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男朋友 刘良舟 这位 是我在挪威的朋友 蓬佩 谢谢 欢迎 好久不见 少爷 在挪威的时候 你说你喜欢这台车 我当只说不适用 没有买给你是我不好 今天是你生日 我把它买给你 希望它还适用 你也还喜欢它 生路开楼 你抓着镜头 要大理呀这是 四个盆的 好 玩得好 高雪 锐 姐 送你一张车 这是人彭先生送你的 你送给我 合适吗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 你就当作是生日会的抽奖 抽着谁都算一下 不是 非常合适 谢谢姐 我收下来 你没意见吧 没意见 车是你的 你开心就好 你知道他送我什么礼物吗 是毫无保留 咱俩一块儿敬一下彭先生 拿 拿酒 杯子 杯子 谢谢你的慷慨 老代 这位 彭先生 我应该叫哥呢 还是叫叔呢 单论啊 我姐管他叫哥 你得叫他叔 叔 有事找你聊 外边等你 好 我还要 72 你不想要 我已经想要 一直在这一月 你会讲 我说 你不想要 我还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家伙子 我还不想要 我最喜欢 我 你不想要 我 在这里 我 你不想要 我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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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住这儿 小雨 可以啊 这儿 住这儿 给你拍几张照 好呀 怎么舒服怎么来 特过瘾吧 我又不是傻子 知道他陪你演戏 他是男朋友吧 前男友 借刀杀人啊 我就是想让他快点死心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 我再帮你绣个图 表个色 回头发给你 好 这个戏 准备演到什么时候啊 这个戏 准备演到什么时候啊 明天早上 还是十天半个月 进了你工作室就咔了 短片 你还想拍联系剧啊 我可以演一辈子 我先抽一笔 我去啊 我把师傅 你解她回去了 我 一颗 就像我 一颗 一颗 好 你解她回去了 有机会呢 她到家了你跟我说一声 行 你俩没事吧 你姐心里还没腾出地儿 来装我呢 别急 你给她点时间 我明日就走了 你没事多陪陪她 不要急 我 我 你 是 我 你 你 我 rod 你 开闭 你 你 不好意思 我们还没开始营业 我不是来吃饭了 我想找个人 您找谁 戴小语在吗 不在 他一半几点了 他不成了 邝总 这位先生找戴总 文先生呢 我是 我知道这件事情 对小语的伤害很大 我也尽可能地 真正地跟他道歉了 这不是道歉的事 一刀捅进去 血都放光了 道歉有用吗 就算把伤口缝上 那永远有一刀疤 这道理你肯定懂 我懂 所以我想弥补他 我这次回国 就是要回上海 把离婚手续给判了 在一起五年了 才办离婚手续 有点晚吧 没离婚就不应该招惹别人 我没有招惹他 我真的爱小语 彭先生 我觉得你好像不懂什么是爱 你知道的 小语他平时很任性 我很包容的 很迁就的 我知道自己的 包容和迁就 本来就是爱情里的标配啊 就好比我这儿的厨师 他跟我说 老板你看啊 我可以把生的做成熟的 这是值得你标榜吗 劝你一句吧 不要再来找戴小语了 我 不会放弃小语 有我等你吧 你凭什么说这话呢 就凭我是他的朋友 只要有我在 你别想再伤害他 那我们就看看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别在这儿给我演流氓 你演技不够 就从你做的这些事上 我就可以断定 你打小就没跟人打过架了 但凡有点血性的人 他那天当着你的面 把车钥匙给别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连个屁都不敢翻 在一起的时候 自私至极 不在了又要弄得鱼死网破 我让我口口声声说你爱他 你不觉得可笑吗 我要是你 就赶紧回摩威家 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放过戴小语 别放过你自己 你不放过他 我就不放过你了 盆先生 这话我说明白了吗 你会吃饭 我只不要吃饭 没有吃饭 我们来吃饭 我可以吃饭 你带我用来吃饭 我快点给你吃饭 你别喝啥 你快喝喝 我煮啥 你快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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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吃饭 那喝喝饭 혀不吃饭 你快吃饭 你快吃饭 我能吃饭 那喝喝水 我还吃饭 一棠 你坐的 同座 师父 要不您再给我打药了 我知道我的步骤也没问题 过来 一定要高油温下锅 下锅后三十脑内必须收锅 否则油一旺出来 整个菜就塌了 油温不过高 炒的时间就得久 干儿下去就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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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师父 下部为例 把锅耍了 看见贵妃还不起安 贵妃娘娘极像 免礼免礼 你现在在哪儿呢 公司啊 咱俩多久没接了 四十一天了 北京现在还冷吗 说了没有就短期了 我听说现在都已经有二十多了 比我们这儿还冷呢 那你还不赶紧回来 感受一下春天般的温暖 快了快了 马上就傻青了啊 不过呢我得先去趟天津 因为我在那儿有一会儿 就要连连三天 行 你回来我给你接风 那刚好我总结一下 想吃什么 好 好 别招费 我不说了啊 我赶紧去拍了 拜拜 拜拜 ед了 又演完一场 表辉 一会儿去吃宵夜啊 好 来来 去卸妆吧 卸妆卸妆 你好吗 不错啊 你先 辛苦了 辛苦了 大家 哎 哎 请问刚刚是哪位 给我发了一大堆信息啊 我刚演着呢 话剧啊 大哥 你以为电视剧呢 一条一条地拍着老的歇着 明儿最后一场 干吗 想我小疯了 勇于承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 我才不想你呢 好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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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行 我先这样啊 拜拜 常常并不自由 完人别安排事了啊 重 hätte火鍋 我请客 你说我完了 我安排完了 仁愿 替哥们省了 导航即将开始 同学们 我们学校被军队征用了 今天我为大家上最后一节课 请大家把课本打开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宋别 这是李淑彤宋别智友 许焕原时创作的 我先为大家朗诵一遍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 碧连天 晚风拂柳 笛声残 夕阳 山外山 周老师 军队已经到校门口了 长官说 如果你再不走的话 他们就要先防点了 走吧 走吧 知道了 天之崖 地之脚 直交半凌落 一壶灼酒 静于欢 堆叶 今宵 别梦汗 快遂 icle 灭风 应 说 贴 所以 我 最组 骗 可 生 涉 你 光 别说 刚刚看见你突然出现 我还真有点感动 你先别急着感动 来 给粉丝签个名呗 千屁啊 你挤得我是不是 谁挤得你 谁不是人 我头一次看你演出 多有纪念意义 我演得还行不 说实话 我觉得那个女主角 真的没你演得好 你看你平时喜喜喇喇的 演这个悲情的角色 演得是真好 我都哭了 我太不信了 谁骗你谁是猪 别贬低猪 你有病啊 挖九百八看一女四号 谁说九百八 那门口那票贩 他还加了五百块钱呢 你冤大头啊你 我跟你说 在我眼里 舞台上所有的人 全是黑白白的 只有你 是彩色的 值 我 我 我这鸡皮疙瘩 我就跳个一臂啊我 不过你这话 我怎么听着那么舒坦呢 怎么着啊 回北京啊 你不回去啊 回啊 好 那你先陪我去拿个新脸 吵着 给粉丝 谢谢 回去 表着 怎么是你 然后那个演员她不知道 以为这是那个词嘛 然后她就跟那个女演员说 姐 我是来替她关的 然后所有的人都快笑疯了 她还是在台上偷偷说的 你知道吗 真的超级好笑的 就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我以为就是词忘了以后大家都 怎么可能 忘词那都不叫事 真的 舞台事故有好多 怎么了这是 这电梯怎么停了 什么情况这是 我去看看 你小心点啊 咱们不是被困在这儿了吗 怎么样啊 你 你先别急 我想办法呢 有人吗 电梯出库这儿了 喂 有人吗 能听见吗 你好 电梯出库这儿了 我不往下掉呢 能听见我说话吗 喂 喂 喂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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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到这儿的话 我可就太冤了我 喂 你们都听见我什么话吗 你们能听见吗 能听到 那 那 你们被困了吗你们 是被困了吗 对对对 我们被困了 几楼啊 你们现在在 我 我 喂 我看不清啊我 别当心啊 行了 没事 你别哭了 这电梯没往下坠就没有危险 行了 我们在这儿待着 等他们来救他们 那万一他们不来呢 你刚按了那么多一下 一点反应都没有 完了完了 这电梯要是掉下去的话 我们就是摔死 要没人救咱们的话 就是饿死 哪那么容易饿死 我现在就很饿 我肯定死你一见到 完了完了 有人吗 有人吗 行 你安静一会儿吧 你还也没人听得着 我本人余颂阳 郑重承诺 如果我要发生意外 遭到不幸 我名下的所有财产 无偿赠予 报雪同志 踏实了吧 得了吧你 咱俩在一块儿呢 你要死了我也活不了 你这人情缩的也忒鸡贼了你 没吓坏啊你这 你怎么还吓得出来啊这 行 起来 起来吧 起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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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他掉下去怎么办 你听我说 你救命的话 听好了 如果待会儿 电梯发生脊坠 你要抓紧那最后几秒钟 窜到我身上紧紧地抱住 记住我 吴依 我说你这是怎么这样啊 你离死了还要少流氓呢你 你怎么能啊龌龊 吴依 你听好啊 电梯坠毁那一瞬间 你在我身上 我脚先落地 就因为那一丝缓冲 你就比我多一线生计 明白吗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要死了要死了 要死了要死了 爸 义主师叫了 吓死我了 对不起了啊 姐姐 我们来晚了 你们来早了 你们这电梯好凶凶 不好意思 太抱歉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您有多少财产啊 您有多少财产啊 我这车和房子都是贷款买的 合着你给我挖了一坑 你今儿做的两件 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事 那你要怎么感谢我 请你吃宵夜呗 这个天 你吃宵夜呗 能有什么好吃的 那你说去哪儿啊 我家吧 有好吃的好喝的 去不去 你哑巴了 你到底去不去 你真是怎么那么爱叨叨呀 我不说话就弄肉 倒好了 这是你家 那这什么地儿啊 你们感觉像一个工厂啊 来 你随便啊 当自己家 这是你吗 是啊 你们家有花瓶吗 来 交给我 来 来 跟我家 这是我平时训练用的 这是什么呀 那是我平时训练用的 这是什么呀 那是我平时训练用的 这房子真是你设计的啊 对啊 我用的都是最便宜的爆花板 别人装修都不用这些 真酷 我喜欢 来 你饿了 先吃个苹果垫一垫 谢谢 你忙着我看啊 我给你煎牛排 你还会做饭呢 那我去弄花吧 好 旁边在那儿 好 会做饭的人真性感 我会性感 我姓于 我去弄花员 把花员给你 嫌妻呀 我什么孩子都睡了 没用啊 这喝了多少啊 这啥 总量控制 老曹还想接着喝 被我坚决制止 就追了两瓶皮的 路长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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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做得 这两瓶啤酒给尝坏了 那来 快尝点蜂蜜血来 不不不不碰我 那你为什么跟沈佩黄分手啊 我就说她人不破啊 你们女人怎么都爱问这样的问题啊 你们女人还有谁问过啊 每一个人 老实交代 你一共交过多少个女朋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二 一百不到两百吧 别想浑水摸鱼啊 具体点到底几个 三个 那就不到二十百啊 到两百了吗 你还没说呢 你到底为什么跟沈佩黄分手啊 两个人在一起是互相欣赏 走下去是互相包容 我们俩的性格很难互相包容 都是眼里揉不了沙子的人 我这个人 就特别会包容别人 我上个男朋友比我小一岁 就是那种 永远长不大的那种男生 我是一会儿当伴一会儿当妈 除了吃喝拉撒水 其余所有的事我都得过问 就这样 我跟她还在一起小半年呢 不过从那以后我就发誓 我再也不要跟 比我年龄小的男生谈恋爱 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你们俩是同时想分开的 不是 我提到了 她不大想分 那这事不奇怪 爱情是有寿命 普天之下 无一幸免 相爱是彼此被对方深度催眠 最好的结果就是两个人一起醒 最坏的结果就是一个人先醒 另一个还在梦里 你 就先醒了 我要是不醒过来 还有你什么事 行 下次我先醒 你说什么呢 你这是会不会说话 一起醒 一起醒了 你想不想知道 你想不想知道 我交过多少个男朋友 不想 不 你想 你非常想 行吧 那你问我吧 你问我你 你交过多少个男朋友 五百 五百 五千 五百 五千 五百 干吗呀 你那边晚上闲得没事干啊 我这边就忙着呢 这两天特忙 忙给你回 没酒咯 你还喝呀 就这一桶 养鱼呢 行 今天让你放弃一下 那说好了啊 反正你要带我去体验 你们的极限世界 好吧 一言为定 不要变了 你千万不要乱动 凯老师啊 尽量平躺 我这就过去